近段时间,中东局势持续紧张,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也加剧了伊朗盟友和美国盟友的冲突。胡塞武装和沙特联军在叶门的冲突持续加剧。沙特违反停战协议,造成胡塞武装重大伤亡。而胡塞武装的反击也丝毫不弱。此前,沙特和阿联酋的四艘邮轮被袭击。 胡塞武装就是主要怀疑物件。而现在,胡塞武装的反击变得更加凌厉。据路透社近日报道,沙乌地阿拉伯官方对外表示,胡塞武装向沙特的麦加省发射了两枚导弹,遭受到沙特防空部队的拦截。 两枚导弹分别在吉达省和塔伊省被拦截下来。 其中塔伊省被拦截的一枚导弹,被击落时,仅距离麦加圣地亚50公里远。 看似平常的一次导弹袭击,在过去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中,已经是屡见不鲜。 但是关键的一点是,此次导弹袭击的目标的,却是麦加省。 而麦加圣地就是在此处,在沙特发表宣告后,引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震动。 而胡塞武装则紧急对外澄清,其并没有袭击麦加圣地的意思。 麦加圣地一直以来都是伊斯兰世界里最神圣的地方,每年有超过200万穆斯林前往该地进行朝拜。 可想而知其重要性,很明显。 沙特方面将此资讯放出,明显是想让胡塞武装陷入被伊斯兰世界拓骂的舆论危机。 不过这种言论,明显是污蔑。 本身胡塞武装就是什叶派势力,尽管和逊尼派不合。 但是麦加圣地,同样也是什叶派的圣地,不可能发动对麦加圣地的袭击。 而此次的导弹袭击,尽管目的地是麦加圣。 但是被袭目标第一个排除的就是麦加圣地。 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博弈。 因为美伊博弈的加剧而越来越严峻。 就在前两天,胡塞武装才宣布对沙特和阿联修的300个石油目标和军事目标发动袭击。 而很明显此次袭击,只是一道开胃菜。 因为大规模的袭击,也许才刚刚开始。 胡塞武装作为伊朗在夜门的代理人,和沙特博弈无可厚非。 而如今美国高压之下,伊朗同样可以借助胡塞武装的手,来干一些敏感的事情。 比如袭击邮轮,胡塞武装通过向沙特和阿联酋施加压力,达到间接对美国施加压力的目的。 美国方面尽管十分清楚,但是却也对此无可奈何。 一是打击胡塞武装,对于美国没有直接利益,并不值得出手。 二是,这种宗教势力的对抗,美国也没有什么借口能够介入。